引发民众恐慌同时也伤心欲绝的还有这一桩孩子被虐待的事件 这一群台南伤心的母亲们 那么向台南市长黄伟哲来陈勤 说把孩子交给安平一家托运中心照顾 没想到却被不当对待 而且控诉教保员甚至涉嫌重拍重摔孩子 没有适当的更换尿布也让小宝宝皮肤溃烂 教保员一脸不耐的重重拍背 小宝宝痛的嚎啕大哭 还有孩子被孤立在座椅上 母亲看到监视器都哭了 但他们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 或者是觉得这样子做法是不对的 另一名孩童扶着摇椅重心不稳跌倒 第二次还被翻覆的摇椅整个压住 现场的教保员无视 没有一个人上前协助 家长也指控他们还会重摔处罚孩子 那一个老师他就走过去把我女儿 就是从背后这样停下来 然后瞪跌椅子上面 那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 这个是怎样 他现在是在摔我的女儿吗 这群心痛的母亲24号举着看板 堵在市议会前向市长黄伟哲陈勤 这种无良的业者怎么会限期改善呢 应该立即停业不是吗 我们的小孩伤口不够深吗 我们的小孩被摔不够严重吗 家长指控的就是台南市安平这家脱婴中心 不只被控涉嫌失虐 尿铺没有定时更换 导致宝宝皮肤溃烂 社会局登门击查 负责人一步出门口随即公开道歉 确实有照顾不上的地方 我们真的对大家都很抱歉 那脱婴中心一定会努力改进跟改善 经过调阅监视器画面 还有访谈相关人员 社会局认定四名脱婴人员涉嫌不当对待 分别处以六万元罚还 而脱婴中心独岛不周 勒令停办三个月公布名称 案件也将寒送地检署进行调查 记者杨文华谈谈报道 一下吧 那再一个问一下 最担忍不真心 恭喜 咁 这是 这 好 可